甄嬛传 果郡王身上的小象是幻璧故意撞掉的吗 四个细节说明真相 牡丹亭里有句话说 情不知所以 一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 袁明远牡丹台赏武这夜 成全了一段虐心的赐婚 但这究竟是天意还是有人蓄意为之 请细看 幻璧一开始是站在甄嬛身边的 后来皇上给果郡王和圣贝勒敬酒 幻璧居然自告奋勇地过去针酒 按理说宫宴上伺候的宫人不少 幻璧是西贵妃的贴身宫女 她只需伺候西贵妃一人便可 果郡王起身 幻璧的酒便倒在了她身上 巧合吗 不是 是幻璧事先就已经在果郡王的精英中动过手脚 之后再故意撒酒弄湿了她的衣衫 以至果郡王起身时小象从怀中掉出 甄嬛淡淡地看着这一幕 她早就知道幻璧喜欢果郡王 而且对她的情谊并不比自己的少 此情此景 她能干吗 淡淡地看着 淡淡地无奈吧 皇上对果郡王随身携带女儿家的东西感到好奇 幻璧时起交到她手里 之后便是这场宫宴的高潮 有人说 这小象好像西贵妃呢 皇上本就多疑 看了西贵妃说 还真是很像 说明了她已经相信这是甄嬛了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还是帝王是不可能承认自己被戴了帽子的 她笑了三声 这笑让甄嬛害怕了 她摸着头发说 莫须有的事情 这些年臣妾已经经历太多了 一张小象而已 怎么认定就是臣妾呢 甄嬛向来不是急躁之人 她的沉稳大气最具智慧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你认为果郡王身上的小象是幻璧故意撞掉的吗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点赞并添加关注 让更多人看到 夜兰一从皇帝拿起小象的那刻起就紧张地站起来了 事情的严重可想而知 但是皇帝仍然意味深长地笑着点头 夜兰一 她怕果郡王与甄嬛的私情被揪出 立马起身维护 打员场说 这小象却是有点像西贵妃 但皇上不觉得也挺像二小姐和幻璧的吗 夜兰一觉得幻璧配不上果郡王 所以说越看越像二小姐 这样就转移了目标 但是允喜着急了 立刻站起来说 但是二小姐和十七哥才第一次见了 在千军一发之际 冷静地出场 帮果郡王圆晃 告诉大家这个小象是她的 说辞完美 毫无破绽 仿佛预演过很多遍 她这样做虽然很冒险 但还是有十足的把握的 连甄嬛都应付不了的场合 幻璧条理清晰地说出了 小象是自己何时捡的 因何事 杜若是何时放入其中的 字字句句 看似在帮甄嬛和果郡王摆脱嫌疑 实则逻辑严谨 她和甄嬛长得比较相似 幻璧是甄选道和何绵面所生 和甄嬛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本身就有血缘关系 相貌相似也情有可原 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出来 皇上不可能视若无睹 这个之前捡小象的时候 刘珠曾经说过 所以他说小象是他的 并无不妥 二 皇上也更容易相信 尽管皇上会有所怀疑甄嬛 但也仅仅是怀疑 为了皇家颜面 皇上大概率会选择相信他 还有 皇上可是爱上了甄嬛 即使小象是甄嬛的 他也会选择不相信 三 可以彻底断了甄嬛和果郡王好的念想 你想 当着皇上和众人的面 他一个女孩子家都大胆承认自己爱果郡王了 果郡王还能说他爱甄嬛 甄嬛还能阻止他嫁果郡王 反而只能成全他 四 可以让皇上亲自赐婚 给自己的爱情上双保险 幻璧对荷包中有度若花瓣一清二楚 包括果郡王在清凉台种植的绿莓 也变成了果郡王和幻璧两情相悦的证据 皇上打开荷包一探究竟 果然看到了杜若花瓣 皇上才勉强不追究 甄嬛抵死不承认 皇上也不愿相信他俩有染 果郡王的小象从怀中掉出来那一刻 甄嬛第一时间就猜到这是幻璧的算计 有声音质疑说是西贵妃 甄嬛虽然心里清楚 但绝对打死不认的 否则不但连累甄族满门 更是会害了果郡王 之前的滴血验亲局 皇上就对甄嬛产生过怀疑 那么此刻如果再妄加猜测 担心伤害了夫妻情分 也落得磕待后宫的名声 最重要的一点 皇上的面子和强大的自尊心 不允许自己戴上帽子 所以皇上打心底里 不愿意相信这枚小象是甄嬛 但是皇上还是特意将梦境贤也赐给果郡王 从这里就看出 皇上对于幻璧和果郡王的事并不是真的相信 可碍于这件事知情人太多 如果他非要追究是甄嬛 必定师出无名 只能事先放过果郡王 果郡王收藏甄嬛小象这件事情 甄嬛都是在甘露寺和他在一起以后才知道的 幻璧当时并没有在场 连夜蓝衣都无从得知 幻璧又是怎么知道荷包里面装有杜若花瓣的呢 原来在幻璧得到甄嬛允许去果郡王府照顾从马上摔下来后高烧不退的果郡王时 无意中发现了多年前除夕夜小云子为甄嬛剪裁的小象在果郡王这里 彼时果郡王昏迷不醒神志未清 不小心把幻璧都看成是甄嬛了 自然是不知道幻璧发现了这个秘密的 幻璧肯定也发现了里面还存放有杜若的花瓣了呀 此时幻璧就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了自己赌一把 虽然十分凶险有可能赌上甄家的全家还有甄嬛的命运 但是越是风险大回报就越高 于是他铤而走险策划了果郡王酒醉掉落小象一世 而且此时的甄嬛就算是知道是幻璧的计谋也只能顺水推舟 成全他的私心 幻璧喜欢果郡王已久 趁着这次机会奔的一个好前程也无可厚非 怎奈他贪心不足 记得甄嬛替他办嫁妆的时候 他还问内务府为何从玉不从女 看看甄嬛的眼神 当内务府告诉幻璧的甄嬛以三倍的嫁妆给他做嫁妆的时候 幻璧说谢谢小主 甄嬛替他考虑不让幻璧的嫁妆逊于正福尽 不得不说 幻璧啊贪心 就像后来叶兰一和甄嬛谈起此事的时候 叶兰一说王爷不是那种不谨慎的人 为什么就那个时候调出了那张小象 娘娘都不疑惑吗 其实就是在提醒甄嬛 这事就是幻璧做的 甄嬛也只是以一句 还是玉吟有福气 你我早就没了机会 既然自己不可能有机会 成全别人同时保护了自己也是一种最聪明的方式 在这件事上幻璧真的是算智商在线 果郡王和甄嬛两个人不可能不默认选择成全自己 加上自己的长相本身就像甄嬛 前妻对果郡王贴身的照顾又增加了砝码 所有一切就等皇帝在的时候的一个机会 这一步幻璧是走得很漂亮的 让幻璧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精心算计来了婚姻 反而便宜了佩国功夫的孟敬贤 孟敬贤苦练果郡王多年都没能找到嫁进果郡王府的机会 如今却成功嫁给果郡王做了侧服劲 还生下了原彻 就算孟敬贤最后的结局是中毒身亡 能够死在果郡王的怀里对他来说也算是圆梦了吧 最要命的是果郡王竟然在大家都在为他打掩护的时候 他自己装情种 说自己心里有别人 不能内幻璧为福尽 他说自己曾经钟情于一个女子 虽然远隔千里不能在一起 但是只认他为妻 他的这一番话 等于把前面大家努力的解释全部否定了 如果有钟情的女子 怎么会把幻璧的小巷藏在香囊中七年呢 多亿的皇上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尽管在讨论果郡王和幻璧婚事这件事上 甄嬛应对的疑 但是落座之后 他的一个皱眉 一杯苦酒 还是落在了皇上的眼中 此时 幻璧说要扶甄嬛出去行酒也是对的 如果甄嬛继续坐在那里 表情恐怕会失控 但甄嬛前脚刚出大殿 果郡王后脚就跟出来了 两人躲在暗处又是互诉中肠 又是痛哭流涕 这不是作死吗 实际上 他此处已经对甄嬛和果郡王有所怀疑了 皇上即使发现 却还跟他们一起演戏 一起圆谎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预扰 皇上第一次见预扰 就动了要取他的心思 因为他长得比甄嬛更像纯元 席间皇上一直看向预扰的方向 也是对预扰有意思的体现 小巷可能的三个人 排除了一个 还剩下两个 一个甄嬛 一个幻璧 皇上最不希望的就是甄嬛 因为是甄嬛的话 自己的宠妃跟弟弟友情 面子上挂不住 世妆丑闻 所以 为了得到这个最像纯元的周边 他只能陪着大家一起演戏 从他最后看甄嬛那意味深长的一眼 复杂的表情里也可以看出 皇上还是怀疑小巷是甄嬛 正因为如此 后面皇上利用准格尔伯格来给果郡王下套的做法看起来突兀 实际上 这场终极试探早就在他心里规划千百次了 他起源于滴血验亲时的幻璧出宫的真相 经过赐婚宴会上果郡王作死表现的加压 已经蓄事待发 一发不可收 其实皇帝是不相信幻璧的话的 因为大庭广众之下 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被亲弟弟戴了绿帽子 皇帝爱面子 所以当夜兰依上前解围说这小巷上的人像是真欲扰的时候 皇帝没有说话 但他心里算是松了一口气 就算是甄嬛出轨 也得私下解决这件事 在他还怀疑的时候 幻璧上前来说这小巷上的人是自己 并且还说出了诸多的细节 最终皇帝给幻璧和果郡王赐婚 但是皇帝真的相信了这小巷上的人是幻璧吗 他当然不相信了 所以最后他去找人去查了甄嬛和果郡王 而最终幻璧也因为自己的自作聪明 害死了果郡王和他自己 人还是不能太贪心 两情相悦固然是好 但若是神女有心相亡无梦 最终的结局也大都是惨淡不堪 所有的因果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是你的老朋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就请点赞关注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